加勒比海三月份日頭 大約27度左右 聽起來好像挺暖 但是翠翠海風又要不穿衣服 你們看就好看 我們就吹到沒眼睛看 很冷 真的很冷 你看我連我也要披有之後 真的冷 但我想說來到這裡 是一定要下水 因為這個是船長帶我們來的 C房景點 叫做Sea Aquarium 即是海裡的水族館 多冷都要下水 沒錯 有沒有浮潛過 說真的 我之前浮潛過兩次 不過兩次都是很滑 很滑 現在第一次真真正正出來浮潛 究竟可以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是超激動 期待 又激動又期待 而且來到這裡 真的一定要浮潛 因為水是一個保護區 因為其他地方 也有機會會有捕魚活動 但這裡完全是一個保護區 所以特別多魚 我就是想跳下水 再說 我就是想跳下水 我就是想跳下水 再說 叫做Sea Aquarium 真的完全符合商品說明條例 這裡是屬於 Exumas海岸公園的保護範圍 大家千萬不要觸魚或餵魚 剛才上水 人是否比較穩定 你會覺得很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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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是 我會覺得太冷靜了 如何 我現在呢 我太冷了 我會覺得很冷靜 很冷靜 我的肺子好像冷縮不上縮 我已經開始不太能呼氣 縮起肺子 很冷靜 其實很冷靜 其實我一開始都花了少許時間 可能花了兩、三分鐘才能平復我的心情 但因為我以前也有浮潛過海 而且我懂得潛水 我大約知道水流是怎樣的 那你就游開了那塊石 我看見你不斷被水流沖到那塊石 一開始是,然後他們叫我游到中間 我有游到中間,我也休息了一陣 但之後我發覺,糟了,太冷了 我已經在震動了 震動了 我到現在震動了,還在震動了 但下面是真的很漂亮的 但我覺得它漂亮得有點不太真實 它真的很像一個水族館師的Aquarium 我也沒想過下面有這麼多魚 下面有一群小魚 最底有些魚是這麼大條的 很大條,而且很多顏色很漂亮 不過太冷了,我們現在去吃午餐,好嗎 好 你休息一下 正所謂劉德青山在,拉花舞柴燒 吃飽飯,再繼續跟動物玩遊戲吧 終於當我吃東西的環節了 好 你知不知道來到加勒比海還是要吃什麼 不知道 海螺 所以我們特意點了這個… 海螺沙律 還有海螺的炸彩 還有海螺的漢堡 海螺也可以做漢堡堡 我也想試試看 但這個漢堡堡堡的樣子… 我要先吃這個 但這個是Tropical的海螺沙律 我吃不到海螺味 我只吃到Pineapple和芒果味 你呢,吃什麼海螺味 我雖然吃不到海螺味 但海螺肉吃得出來是新鮮的 我覺得它有點像鮮魚 鮮魚的感覺 像… 它的質感 像… 但香港這個很好吃 而且海螺的感覺是一定要吃 Tropical的食物 吃完就馬上覺得… 很棒 不如我們試試這個 我現在預期裡面是一隻完整的螺 完整的螺?這麼大? 什麼?為什麼整塊都是麵包 為什麼沒有東西 看來是賣麵粉 螺肉也看不到 好,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我蘸醬汁 原來這個是炸麵包 等一下,我好像看到一塊螺 我找到一塊螺 我在解剖 很小的 我找到了… 又有顯微鏡 我找到了,這一條 是嗎? 這一條 我也有… 一整塊都有一些 我們先試一口 這次又來解剖,好嗎? 來吧 好,粗重的東西讓我做 其實它的樣子看起來是炸魷魚的 我正想說,不是 對呀 好像有些材料 吃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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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怕有些啤 真的吃到有螺 而且這個對比起沙律來說 是真的有螺的味道 是嗎? 如果來旅行,一定要試 哇,你給我錢嗎? 我真的不錯 對呀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偏鹹 對呀 所以大家都是… 近海 近海的鹽不用錢了 原來大海鮮的人是這麼想的 我現在明白了 我們試這個龍蝦 不如加 聽說龍蝦是 賤巴哈馬的海產量 60%那麼高 那不是更高嗎?海螺 我的預期就是很高 即是龍蝦嗎? 一定很新鮮,一定很棒 一定好吃 魚?看起來不錯 看起來好像魚似的 看起來很大塊肉 龍蝦很好吃 很出色 應該要吃龍蝦包 吃海螺沙律再加龍蝦包 真的要當肉嗎? 對吧 首先我看起來好像很乾身 炸完後吃起來又很彈 很汁 這個 但我想說 在這裡吃飯 全部都是澱粉質 自己真的不知道怎麼點 我減了一星期肥 兩天已經沒有肚腩出來了 我超過整個月了 我也不知道脫不脫衣服 所以現在好